第二次要準備下降了 準備下降的飛機不停搖晃 機上乘客拍下畫面 膽戰心驚 好恐怖的 旅客們被嚇到尖叫聲不斷 飛往日本福岡的滑航班機 剛好在山山颱風 暴風圈籠罩範圍 機上組員還有兩百多位乘客 簡直嚇壞 華航班機在福岡上空盤旋好幾圈 無法成功降落 最後改飛到大阪 落地加油 再折返回桃園機場 另外因為颱風攪局 華航取消四個航班 包括桃園往返雄本 福岡以及高松 相同遭遇的不只華航班機 長榮航空原定上午八點十分 飛往福岡的BR106 也因為颱風天候不佳 在福岡上空繞了好幾圈 無法順利降落 決定返航 就降落不下去啊 有沒有很顛簸 超顛簸 一堆人都吐了 一堆人都吐了 小朋友呢 小朋友 我小孩剛好在睡覺了 對 其他小孩有尖叫 反正就是蠻恐怖的 做了兩次大怒舍 很刺激 不過很緊張 天氣狀況很不好 對 蠻可怕的 回到台灣的機上旅客 驚魂未定 很慶幸可以平安回家 雖然行程受影響 但安全最重要 深山颱風來攪局 29號桃園福岡往返的班機 也全數取消 三連新聞 蔡宇智 省愛桃園 採訪報導 6月2日用上 4月1日用 8月1日用 約8日用 我們的家